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中国又遇上麻烦事了 意大利不仅前二时间传出消息 要退出一带一路 现在跟台湾的关系在不断的升温 所以中国一下坐不住了 卢沙野被确定5月15号回国 当然他是汇报工作 到底怎么样我们后面再说 然后秦刚5月8号 赶紧麻烈的飞往欧洲 去给卢沙野灭火 是去给卢沙野擦屁股 所以中国这一次闹出的欧洲的风波 将会如何发展呢 这事态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好 那我们从何说起呢 观众朋友们还记得前段时间 卢沙野在法国捅出的大娄子 直接否定了N个国家的存在的意义 可以说凭一己之力把欧洲惹翻了 当时咱们也做了第一时间的报道 那么眼下呢 虽然秦刚还没有前往欧洲 但是中国的外交部欧洲司司长 叫王鲁彤啊 人家已经赶往了意大利 会见了意大利的相关的外交人员 有相关的信息媒体透露 他们谈论的重点恰恰就是一带一路 中意的友谊 这一套词 这一套货 很明显北京坐不住了 那怎么回事呢 这个意大利 咱们上次说了 意大利其实未必是真的想跟北京断干净 他很有可能是希望跟北京签署一个新的协议 或者是让北京来把充实到期了 你们看 该给我们续费了 那大概有点这个意思 但是呢 不可否认的是 意大利的政府的这个转变 跟上一届政府完全是不一样 之前那个总理叫什么来着 孔特 是吧 他的价值观可能更多的就是 有钱大家赚 只要挣钱就行 但是现在上台比较偏右翼的梅洛尼 他在要求贸易 要求经济的同时 他也更加注重价值观的贯彻 所以梅洛尼他的整个政治的转向 是中国不好打交道的一面子 中国最常常什么 中国最常常对付那种唯利是图的 只要你有利益可求 像马克龙那样的 只要你要钱 没问题 我们把我们的韭菜勒得饿死 让他们只吃草 我们也能供给友邦 我们也能让法国的爹爹们 让俄国的毛子爹们 让你们能够吃好喝好 这是中国在外交上 无往不利的一个重要利器 大家想 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次北京看来也是打起了12分的精神 来前往 来弥补这次中国在欧洲面临的危机 首先我看了一些墙内的一些媒体 想着方法 这头发都熬白了 想着办法给这事洗地 你还不如跟龚头一样剔秃了呢 还可能好看一点 真是难编 后来我看他们墙内怎么说呢 墙内说 说是 这一次大使 卢沙也回国是述职去了 我们是汇报工作 每年都能有一次 你们不要过度解读 你们就是境外势力 王无人不死 把这套词儿 而实际上呢 你连用这儿想你都知道 对吧 他早不述职 晚不述职 早不休假 晚不休假 正赶上这个时候休假 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最后那点遮休不 中国就这德行 就是一定要顾着面子 哪怕都李子都掉光了 屁股都露光了 没关系 我只要把脸藏在沙土里边 就没有人看见我光屁股蛋子 他们是这么好玩吧 所以那就是回国处置 实际上就是他滚蛋回国了 但是呢 话说回来了 卢沙也他要回国呢 他未必真的会受到惩处 这咱们稍微说这个题外话 开一个小分支 简单说两句 卢沙也这个人呢 他其实不傻 咱们之前嘲笑归嘲笑 因为他客户上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但是实际上人家也算是个猴精的猴精的 他说那些话实际上是压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人家是想往上爬 很有上进心的 咱们当今圣上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他的技能点可能在治国上在外交上全点的是复数 但是在内斗 在权斗上人家可能技能都点满了 要不然你怎么解释中国近些年的这个 他的政敌一个一个全都被他斗倒了呢 对不对 所以很有可能 卢沙也这次回国会被冷制一段时间 或者是把他调到其他国家去做大使 先让这关系冷一冷 因为在不同的关系 在不同的舆论热度的时候 党内 中国的党内很明显有一些声音 或者是一些暗流想要使点绊子 利用卢沙也这个事情 给习近平上点眼药 找点小麻烦 你要想保住卢沙也 可以 没问题 你肯定保得住 您定密尊嘛 但是您可能要支付一些额外的政治成本 卢沙也的下场可能跟赵立坚还不太一样 因为赵立坚只是一个工具人 他说的那些都是没有什么特色的 而且是有点窝里横 对着自己人说的 用中文说的 但是卢沙也不一样 卢沙也是什么 是门面 是朝外的 那么他的下场不能含了这些壮士的心 搞不好到时候的中南海 卢沙也回来处职的时候 一句话拍拍肩膀 小卢同志 组织上 党和国家是不会忘记你的辛苦的 你就放心的去地方上休养一顿时间 这叫什么 叫减在地心 搞不好到时候卢沙也直接就哭出来了 我的一切努力都是治疗的 这是卢小姐一个下场 但是话说回来了 意大利这块骨头不太好搞定 并不是像很多人想那样 就是权钱交易 给意大利点钱就完事了 因为中国本身也不是个宽容的国家 被意大利摆这么一道之后 他要说不想报复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来盘点一下 中国有哪些报复的手段和方法 那么咱们这往下侧说 对吧 中国可能将对付捷克 对付立陶宛等等 像他们这样的 进行一些制裁 谴责 断绝贸业等等 但是这个为什么是下次呢 是因为它对于中国伤害本身 比那些小国要大得多 中国在意大利已经投入了极大的成本 甚至还花了大力气 用中文在意大利当地建立媒体 推广中国 宣传中国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对那些不了解中国 不熟悉中国的 讲对那些意大利人 讲好中国故事 你要知道 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 外国人 他们永远无法理解 咱们的普通老百姓 经历的是什么样的 地域难度的生活 他们无法理解 对于他们来说 好家伙 一周九九六 那是赛博坦人 才能享受到待遇 我们一周工作四天都累死了 你们怎么能过这样的日子 还能这么的爱国 他们永远无法理解 所以很好骗 中文的媒体 很好去用当地的语言去 以后很好去洗脑去 所以中国是进行了 大量的渗透工作 你现在一下去给它断掉的话 你自己本身损失就非常惨重 你说你把贸易移往什么 法国呀 移往德国呀 移往其他国家 且不说人间国家是否还有足够的空间 让你能够进得去 是否他们的法案等等 还会受到更多的阻挠 你是否还要更长的周期去 进行你的政治资本和这种 文化资本的这种渗透和侵入 光是这部分意大利的损失 就够北京喝一壶的 然后反过来的意大利也是如此 这一段时间 意大利虽然跟台湾的关系有所升温 对吧 派了代表团四月份去台湾去访问去 然后据说梅洛尼好像还要派军队 是吧 还要派战舰前往印太地区等等 已经表态了说要维持台海现状 任何单方面 指的就是中国 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的问题等等 包括台湾对吧 台湾好像在米兰还设立一个新的台北办事处 那跟大使馆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除了名字不一样之外 所以如果说北京因为这个方面的事情 彻底的跟意大利撕破脸 把这个贸易转移到其他国家 对于意大利也是一个损失 所以意大利并没有把事情做绝 并没有在一些事情上产生一个突破 他只是觉得之前的一带一路 不合适不合理 没有利润 他要跟北京重新谈 所以卢沙野这次的事情 只不过是这一系列背后的经济政治账 汇总之后产生的一个影响 我们说了 我说卢沙也代表着他自己 有人说他只代表他个子 你作为大使 你代表着就是你们家主子 就是习近平在欧洲的脸面 只不过眼下他的回国素质 就是暂时的脸面向利益低头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不要说觉得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所以卢沙野是这个事 但是秦刚的这一趟灭火擦屁股之旅 可能就不像咱们前面说的 这么顺畅 这么好解决了 因为实际上作为欧洲 现在非常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 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 它的重要性在欧盟内部 都是举足轻重的 因为时代变了 往前倒过几百年 当时的欧洲某一个强国 可能真的能够决定整个世界走向 因为那个时期的人口基数 军事实力 政治经济影响力 说白了 在处在一个人类到目前为止的 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层次 那个时候的一个国家 你可以达到那个体量 有这个影响力 但是今天 欧洲的欧盟为什么成立 就是因为人家早就已经明白过来了 说欧洲再不团结到一起 把体量加起来 形成一股抱团势力 那么欧洲就彻底完蛋了 它不是没落的问题 是完蛋了 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所以到今天为止 英国和法国 还有德国等等这些国家 虽然别跟英国脱欧了 但是实际上 他们是打断骨头 还连着筋的 他们必须在很多问题上 实际上是要集合在一起考虑的 你秦刚单班的去跟法国谈 单班去跟德国谈 你能灭得到几个火 你能灭得到多少个火 你灭不了多少 人家最终还是要利益说了算 而利益的翘翘板的另一头 不是只有你中国 还有美国在哪出的 还有北约里边其他的成员国 还有世界上其他的经济利益 你中国GDP占世界第二 那里边有多少是你自己腰杆 背硬能撑得起来GDP 对不对 你别着急 现在脱钩刚开始 等明年的今天 咱们再来盘点整个2023年 你看看中国的GDP又掉了多少 咱们等着瞧 好不好 你别着急 你的这个GDP 那是加工的GDP 是建立在众人 花花掉的中国人台 别人捧你的基础上 你建立起来的GDP 你没有这些人捧捧试试看 你看看你最后打回原形 现了原形之后 你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非常的不看好这次的秦刚的欧洲之旅 他能够稍微削减 卢沙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你就应该烧高香了 就算是你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了 很有可能是根本没有什么收获 因为你的外交的背后 你的这种战狼 你的这种嘴脸 让人间都已经看透了 都知道你的供应链 当初为了体现自己重要性 堵塞港口 以防疫为名 是吧 这些玩法 别人都把别人恶心坏了 你很难再有一个长远的 或者说一个欺骗性的这么一个外交成果 不可能了 所以咱们可以等等看 所以你看到整个世界实际上 现在又越来越接近 专头在前段时间给大家说过的 这种三分天下的这么个局面 原本美欧是一体 联合压制住俄罗斯 压制住苏联集体后的主要的力量 但是现在随着持续的变化 加上拜登的也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是吧 干了好几件蠢事 结果导致了美国的公信力 有一定的下降 所以欧洲看到了机会 等于从大局上来看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外强中干 但是欧美的联盟实际上 你从之前咱们说过 马克龙的这个一系列的言行 还记得吗 马克龙去北京见完习近平之后 他那一些言行就看着 其实中国是干了一定的事情的 有点想弄个小撬棍 把欧洲跟美国的联盟撬开 所以什么叫博弈 如果说我们一眼看过去说 这次他一定成一定不成 跟玩游戏掌握了密集通关一样 那这没意思了 这人的历史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复杂 对吗 很多的外交的知识经历 也没有什么价值了 所以所谓的博弈 就是双方都觉得自己有胜算 美国觉得靠着价值观 靠着贸易 靠着等等其他一些问题 可以笼络住欧洲 中国觉得自己可以离间欧洲和美国 欧洲觉得自己可以在中国和美国的对抗中中 从中余力 只有在不断的这种微操碰撞之下 才会决定出未来最终人类的走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短暂的确实是输了一阵 不管是他的经济和他的体量和他的背后的战略 没配合好还是怎么样 还是卢沙也在发言太过激进了也好 他成功的损失掉了相当部分的筹码 这个筹码是在之前的过去的改革开放这40年当中 不断积累下来的 那未来还会不会给中国继续在欧洲 积累口碑的机会 会不会这次的右派的意大利的梅洛尼 真的就是咬住牙关 我跟你退出你的一带一路 让你自己玩去吧 找你那些一带一路上那些要钱 还不还的那些爹 继续给他们上贡去吧 我们意大利要跟欧洲好好玩了 我们要跟美国好好玩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这我们等着看 反正应该来说 秦刚这次去了回来 看他路上发表的一些联合声明 我们可能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到那个时候 我再给大家做视频 咱们做详细的报道 我现在给你这下节目的 我觉得对我是一种草率 对您也是一种不负责任 好了 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里 看到我的分析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喜欢中头视频的话 也欢迎给中头点个订阅 点个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